Rail聊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要來看一千加聯盟隊上Hera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介紹一下這場比賽 是Hera挑戰三位一千加的玩家 那這邊一千加的玩家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先看一下黃色 黃色選擇的是庫曼人 庫曼人封建時代就可以蓋下城鎮中心 甚至工程七製造所也可以蓋 但是工程七製造所呢 只能蓋頭石車 所以庫曼這個文明來說 算是一個封建開隆 非常有優勢的一個文明 但是需要守下來對方的騷擾跟進攻 也是屬於比較困難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紅色是選擇了伊索比亞 應該伊索比亞人在團隊來說的角色 扮演是外加的工作 那外加的工作是出工兵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伊索比亞的工兵呢 也是射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後期還有金冠技術 可以讓偷子車跟火炮 變得非常強大 也算是後期的團戰之鬼 那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的文明是選擇馬扎爾人 馬扎爾人的話是用免費的鍛造技術 這個我們俗稱的一弓 那弱馬一出來的話就是5加1的傷害 非常高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效果呢 讓他弱馬可以提早出關 去攻擊對方的村民 那馬扎爾人呢 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這一點 馬扎爾可能在前期會比較缺乏一些食物 那要趕快灑下農天 是他的一個前期目標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黑拉 黑拉的話也是馬扎爾人 那就不用介紹了 那馬扎爾人喔 真的是一個比較算是快攻型的文明 但是他中後期也很強 因為他的後期呢 有這個免費的二弓技術嘛 春寶時代只要點下二防喔 跟品種跟跑術 基本上騎兵就升級完了 還不用再去點攻擊力 而且他的騎士喔 還可以升到遊俠 那即使不升到遊俠的情況下 後期也有這個馬弓喔 反驅弓可以讓他大量生產 那反驅弓的話可以增加馬弓的一弓射程跟一弓傷害 所以馬扎爾人到後期喔 可以依情況而定喔 要出馬弓還是騎士喔 或是馬扎爾標騎兵都是可以選擇 那馬扎爾也算是我以前很喜歡玩的一個文明喔 可能決定把剛加入的玩家可能不知道喔 馬扎爾跟斯拉夫喔 這些文明喔 都是已經出了很久一段時間的喔 所以以前喔 是很喜歡玩馬扎爾的 還有這個斯拉夫啊 那現在 雖然能力有一點跟以前不太一樣 但是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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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個還是相同小異 大同小異啊 什麼相同小異 好 我們回到...遊戲比賽中 那麼都能로 ¿sew found Miz Return On 馬扎爾人已經點下了 move技術喔 那我看起來 黑蘭應該是沒有想要把家裡給圍死的 這邊如果能 cache要圍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已經開始圍家 那他的進化在下方喔 我是在右邊 應該他會把均勻先往右邊蓋 然後這邊稍微圍一下而已 這邊稍微圍一下 然後這邊圍死 如果要圍的話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這一場 黑了到底能不能挑戰成功 一打三 那之前觀眾有說 看來世界最頂尖的玩家 只能一打三就是極限 應該也算是如此吧 一打四是不太可能 那一打三的情況 也是有打贏的 也不是全部都是打輸的 還是有打贏的情況 那也是要看這個1000加的聯盟 實力到底在哪裡啊 還有這個文明搭配玩得好不好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但我覺得這今年比起來 跟去年的1000加比起來 今年的1000加真的是越變越強 感覺到世紀帝國 越來越多這個新人加入了 即使有老手 也有很多新人 一直在投入這個遊戲的關係 所以大家的水平一直在慢慢往上上升 即使在比較 像是1000分左右的玩家們 這個實力水準也是在往上提升 這會造成 黑了跟白普 他們打這個1000加三位玩家的時候 會有點難打的一個錯覺 也不是錯覺啊 就是實際上真的就是變難打了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馬渣爾人 黑了已經來到了後方 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用這個天生異共的效果 5加1的是一個傷害 順利收掉了兩隻村民 對手這邊是拍兩隻馬渣爾的黑了家裡下方 開始再看一下 看一下黑了在幹嘛 黑了證明是決定要小微 還沒有決定不為 好 這裡有一隻村民可能會被收掉 因為這是馬渣爾的肉麻 有點危險 急死拉走 好 這裡肉麻栽樹回來 哎呀 又要被擊殺一村啦 好 那我們想看到 唉唷 黑了這邊居然被殺了一村喔 剛剛是有馬渣爾人喔 這隻肉麻拿下一村的 好 這裡有非常非常多的弓兵喔 跟肉麻 好 再看一下攻擊黑了家的正門口 這裡搭配的是弓兵加毛兵 弓兵加槍兵 講錯了 還有肉麻 這個組合的話 雖然單純肉麻是解掉的 但是要第一時間收掉對方槍兵喔 OK 黑了第一時間收掉對方槍兵了 OK 黑了第一時間收掉對方槍兵了 黑了先硬掏 掏掉了正面的肉麻 但是弓兵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十隻的話 黑了可能要轉出毛兵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但如果轉毛兵的話 正面肉麻過來喔 毛兵是打不贏肉麻的 所以這部分就要考驗黑了的操作了 好 那目前看到黑了這邊已經殺了六村喔 那這六村 還蠻多的 哇 這邊黑了直接拉村民直接開扁了 直接攻擊對方弱馬 但是這是馬扎的弱馬 攻擊力非常高啊 後面的弱馬還在解決後方的工兵 好 正面的弱馬全部用村民扁掉了 哇 這邊怎麼突然開打起來了 好 把外面的弱馬叫回來 要收掉後方的剩下的工兵了 七隻工兵 好 那伊索比亞沒意外是打雙射箭場 對 那以團戰阿拉伯來說 雙射箭場開局喔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外加開局方式喔 不像單挑一樣 是單射箭場慢慢在出兵的 雙射箭場的話 攻擊數量更多 而且也可以在十九分或十分左右的時候 點一下城堡style 那是一個蠻強大的開局方式 可以轉上奴兵啊 之類的東西都可以 好 這邊回來還拉了一隻弱馬到後面 被擊火的往後拉 殘血的待會可以再繼續加入戰鬥中 好 這邊工兵會一直被追著打 看起來這波攻勢 兩邊應該沒有打算要繼續了 好 伊索比亞看這個劍狀喔 自己的工兵全部被收掉了 趕快往回家 那內加的庫曼人喔 已經在開農了 雙TC開農起來 然後利用馬扎爾喔 跟伊索比亞 兩位玩家們的錢壓喔 去爭取時間喔 好 那看起來 黑拉這邊村民術有點慘 35村對上105村喔 這就是 我們之前講的 你在一打多的情況下 不燒了對方村民喔 你想要農三家喔 是不太可能的 人家三位玩家加起來的農量 是你的三倍農量 你要農過三個玩家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好 這一隻村民 應該跑不掉 好 那現在 黑拉是有點針對 伊索比亞這邊的感覺 不是針對庫曼那邊 庫曼那邊 庫曼的話應該是完全無防備的喔 因為他應該是專心看喔 連兵都沒有出的那種 連槍兵都不想按 欸欸有欸 不好意思 五隻槍兵 哇 他槍兵 有很多隻喔 那這個一千加聯盟 應該是有個人在指揮的感覺喔 他叫 大家好 全部出槍兵啦 黑拉是 馬扎人 馬扎人的肉麻 前期很強 出槍兵防守 就沒問題了 可是一千加聯盟 這個戰術執行了 也越來越進步了 開始有指揮官出現了 不然沒有辦法說明了 這個每一位玩家 家裡都已經預備好槍兵了 明明赫拉都沒有到左邊喔 但是都已經按下槍兵了 當然一定有人會說 這已經是嘗試阿 看到肉麻一定要出槍兵 但是在對於以前一千加的玩家分段裡 這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個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有看過以前一千加的影片 的玩家們就會知道 一千加其實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那麼厲害 在以前的部分 在今年來說 一千加已經變成 有稍微練過的感覺了 已經不像是那種剛加入遊戲的FU了 是有一定實力的那種玩家 那以以前的分段來說的話 大概是一千二或一千三的玩家吧 現在一千分就等於是一千二一千三 以前的版本了 所以大家實力越來越往前了 但是反而是 現在是一千四到一千八這個區間裡面 又擠滿了更多人 這個就是一個百家爭鳴之處的一個分段地區 這個地區是 你雖然 發點心思是可以打得上去的地方 但是你要繼續往上突破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現在一千加也是有這個分水嶺的感覺 大概在一千三到九百分之間 是一個分水嶺 只要你能突破一千三之後 後面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樣 好那目前看到黃色 這邊點下了一弓 而且升到城堡世代 瑪扎也是城堡世代開始轉出的騎士 兩家都出騎士 非常的兇狠 這邊升城堡世代還有大概五秒鐘左右 城堡世代一升好 應該會先剩下落馬升級 然後再轉一下跑速那些的 OK 突然 那為什麼是跑速啊 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跑速這個東西 你只要操控的好的話 是比你點血量更具有優勢的 而且點血量學到黃金喔 但是點跑速是不需要的 那如果有跑速之後 你就可以溜這些槍兵 就會溜得很開心 會更有主動權 好 那HARA這邊是沒有打算 馬上就輸騎士 等到清奇兵好 直接用自己的大量落馬 打掉了正面的長槍兵 然後用剩下的落馬 直接開始攻擊伐木工 但右邊的攻兵也是過來了 伊索比亞這邊又嘗試出門 城堡世代還有一分鐘 沒有打算等奴兵升級好 就出門了 但是庫曼的騎士 已經往外衝 衝往了HARA家裡的正面地區 但是HARA家裡已經下了一個修道院 待會老頭出來 騎士應該是能反制回去 但這個木槍還是要圍一下 對 不然這個會被打進來 好 右邊的攻兵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HARA的落馬呢 還在努力的騷擾 但是沒有再繼續深入了 因為裡面是雙TC 而且是3TC開弄狀況 而HARA這邊呢 是決定要落馬 加上騎士的部分 去反擊的樣子 但是後面投石車 趕快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投石車可以打後面的這些 槍兵還有攻兵 而且伊索比亞一升到城堡時代 槍兵還會自動升級為縱光長槍兵 所以單初落馬的情況下 還有騎士是打不太贏的 光是數量上的話就已經劣勢了 看來還是要轉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會比較快速一點 好 這邊招響到了一隻騎士 那目前HARA的騎士是由4加13隻的落馬 總軍率大約17隻的騎兵單位 那一千加聯盟現在軍事單位更是誇張 來到了19隻的騎士 工兵部分來到了15隻 而且已經要身為奴兵了 好現在多方集結打破了一個洞口 這邊稍微收村 下方騎士全部來攻擊 HARA家裡的村民 HARA只能到處逃竄 多馬再次向前 下方工兵也在努力輸出當中 哇這一波把HARA打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這一波應該前面騎士能收掉 後面趕快拉幾隻騎兵單位去後面打工兵 比較重要 那正面部分有更多騎士衝進來 直擊Rype 不是Rype HARA這邊的村民 這邊有非常多村民已經被屠殺了 這邊村民只能裝15個人 這邊有地方可以逃 村民只能在農地之間徘徊 等待騎士過來的救援 但是後方的工兵已經快要解掉了 但是又有更多重裝長槍兵補了過來 這樣子的話這一坨工兵就算解掉了 可能自己的馬医要損失殆盡了 哇這一波看起來涼了 比全家聯盟真的變強了 哎喲好強 這個庫曼狂送騎士進來了 看起來好像沒做到什麼事情 實質上他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我們看庫曼這邊已經殺了22隻的單位了 23 果然MVP是庫曼 第二名是伊索比亞 馬扎爾是第三名 殺了12隻的單位 好那現在一直3TC 開了喔 ヘラ現在這邊村民沒有放出來喔 經濟一直往下掉 右邊更多庫曼的騎士衝過來 ヘラ這邊還能再繼續打嗎 突然打出了GG 這一次呢 又是有1000家聯盟 拿下了ヘラ這邊的1挑3的一個 嘗試挑戰賽 那看起來大家的實力真的是變得很厲害了 這個玩家們一直有在進步喔 這也是四季帝國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原來像這種RTS遊戲喔 一直沒有新人加入的話 其實很快就會萎縮掉了 但是四季帝國2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遊戲 就是他已經這麼老了 卻還是有這麼多新人一直持續加入 而且這些新人喔 還在不斷的持續成長當中喔 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是 酷曼這邊果然拿下了大部分的勝利了 一手不要挖石頭 拿下第一名 那我們看一下HERA這邊 HERA這邊經濟量 甚至輸了酷曼很多喔 光食物都輸了快要2000喔 黃金則是輸了2000次 木材則是輸了1000喔 那沒有辦法 一挑三的畫面 反而就是很容易長成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HERA也是很厲害 很用心良苦去安排這些挑戰賽 讓1000家的玩家們 讓他們會有更有自信一點點 因為其實HERA也算是蠻自立於 在幫助新手成長的一位頂尖玩家 那我覺得一款遊戲一面 要有一些頂尖玩家們 來出來幫忙 帶一些新手一起玩 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